北京实践今月凌晨,休斯顿纪事报,记者,Jonathan Feigen,报道,消息人士透露,前火箭主教杰夫夫斯德里克将归队,几乎同时,著名记者沃神也发布消息称,夫斯德里克将回归火箭继续担任防守住教, 他已经解决了家庭问题,并在与球队认真讨论和同事宜,他的回归指质可待,今年65岁的布斯德里克,原本就是火箭的助教,辅佐德安东尼,负责球队的防守,上赛季,火箭除了进攻西里外,布斯德里克规划的无限换防,也被球迷经济乐党,除了,今年夏天,65岁的布斯德里克宣布退休,当时, 火箭球迷并没有太过于想念这位老帅,但是,先赛季开始后,球迷们才发现本赛季火箭的防守有多么糟糕,甚至在开拓者104比89站上火箭后,开拓者的中锋奴尔基奇,曾经嘲笑火箭的无限换防, 就是这种防守给了我们太多的机会,如果那也叫做防守的话,如今,火箭球迷猩猩灭的布斯德里克终于回归了,在阿里扎和巴默特离队后,布斯德里克将如何调教新版火箭的防守呢? 您认为,布斯德里克会堵上火箭最大的骷髅吗?